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期跟大家聊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放话 期待王毅在访问美国之时 他能够见到王毅与王毅会谈 谈出一个解决巴以问题的方案呢 那美国人这个想法能否成功呢 其实看到布林肯说出这个话 我必须得说上一句啊 你美国还得加强学习 你得懂中国的一个玩法 然后你格局得放大 你知道了中国的玩法之后 你才能够找到解决方案呢 那中国的玩法与美国不同之处到底在哪 这一次啊美中关系委员会啊 然后举行了一个年会啊 中国国家领导人啊 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都发了一个贺信 从这个贺信的内容 以及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在这次年会上的讲话 就可以知道啊 中国的玩法跟美国完全的不同 那中国跟美国的玩法到底区别在哪 为什么我之前跟大家讲 中国的玩法就是捏着美国的鼻子 让美国人低头 美国人必须懂得低头 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那个方案呢 那美国与中国不同之处在哪 中国的这个方案到底是什么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聊啊 布林肯在联合国放的什么样的一个话呀 这个布林肯在联合国讲话称啊 这个安理会成员特别是啊 常任理事国有责任啊 防止冲突的蔓延 布林肯强调啊 我期待期待着啊 在与中国外长本周晚些时候访问华盛顿之时 与中方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点 这个路透社啊 指出啊 美国非常重视中国在西亚的地区的影响力 华盛顿啊 希望中国能够为遏制冲突 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啊 一名命名的这个美国官员称啊 美国认为面对面的外交是提出挑战性的问题啊 避免误解和沟通不畅 及探索于中国在利益交叉点合作的最佳的方式啊 其实啊 从路透社的报道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讲的这些话呀 能够看到啊 就是说美国这个没出息啊 为什么叫美国没出息啊 巴以问题 它不是问题 巴以问题想解决也非常的一个简单 按照中国的方式去解决 也没有多大的一个难度啊 但是对于啊 布林肯讲出这个话 你就知道美国人现在的一个难点 为什么说美国人难呢 我讲到这的时候 我相信有些都会说 巴以问题啊 解决起来非常的简单啊 你老五说话怎么能如此的轻巧 对不对 那我就得跟大家提个案例了啊 伊朗沙特是怎么样和解的 按理来说 按照美国西方那套玩法 看沙特看伊朗 那就是千年的仇怨 对不对 教派的矛盾啊 什么什叶派 逊尼派 什么这个种族的矛盾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这个啊 这个波斯人与阿拉伯人啊 这千年的仇怨 怎么可能能解呢 对不对 解决不了 其实按照西方人的那个习惯呢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什么英国病人呢 什么阿拉伯的 罗伦斯啊 等等等等啊 不管是啊 历史上真实的人物 还是啊 这个西方的这种文艺作品 大家看下去就可以看到 就是西方人看待这个阿拉伯世界 看待西亚地区 他看不明白 真的是看不明白 我只能说这个文明啊 还到不了一定的高度 因为从他的这个文艺作品啊 英国病人 或者说阿拉伯德 罗伦斯啊 看待西方 他会产生一个疑问 就是说你们干嘛要跟我打 干嘛要跟我斗呢 你们好莫名的奇妙 我来是来拯救你们的 我给你们提供啊 解决方案 你们只要只要听我的 不就行了吗 结果呢 你看看你们好野吗 各个各个部落 拿着刀对着我就砍 拿着枪就要跟我干 你们这片地区啊 没救了 对不对 你们这片地区 就是上帝上帝一气的一个地方 哎呀 你们好可悲 其实啊 你从西方的这种文艺作品 你就可以看到这种无助啊 就是说啊 面对的好像是一帮野蛮人 包含之前也跟大家提过 大家看一看这个沙丘 对不对 科幻的作品啊 这是美国 美国科幻上的啊 名作对不对 看起来是科幻 其实讲的还是啊 西亚这片地区啊 沙丘这个作品里面也讲到嘛 这个杀民 对不对啊 莫名其妙 好野蛮 又又什么 又无知啊 一帮一帮跟野蛮人一样 跟原始动物一样的一些人 然后的话 结果呢啊 放弃我 对于他的教化 这些人多多少少有点问题 你说他们啊 是不是人 是人 但是好像跟我们又不是同样的一个物种 怎么办之外 你从西方的这些文艺作品上来说的话 他们看待这些问题 他永远找不到解决方案 归根结底是什么 还是跟大家举一部啊 西方的文艺作品当例子 傲慢与偏见了 这就是真的是啊 代表着就是西方的那种整个文化上的一种思维啊 对不对 就是特别的傲慢 他不想去理解啊 这个西亚的这个世界 对不对 他也对待这片地区 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偏见 他的偏见来源也是来源自内心的一个恐惧啊 阿拉伯帝国 对不对 然后总而言之 波斯的帝国啊 对于整个西方的这个文明 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我相信很多东方学会说 产生过很多好的影响 没错 但是的话 就是因为西方文明对于自己的一个不自信 他才会恐惧嘛 哪怕曾经对他产生过好的影响的阿拉伯帝国和波斯帝国 他也感觉到恐惧 因为从文化的角度上去说 按照按照历史的角度上去说 其实啊 西方文明在阿拉伯世界 在波斯文明眼里边 其实也不见得是一个多高级的一个文明啊 包含国内讨论的特别多的啊 亚里士多德到底是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大家就可以看到西方的文明啊 特别的一个薄 确实是有点薄 他很难能够接受质疑 地方世界啊 再跟大家去多举个例子啊 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历史 那一大堆的质疑 对不对 比如说到底有没有下朝啊 没有下朝 你没有一个真正出土的文物能够证明 他对于中国的历史的朝代 那叫一个较真 对不对 你没有五千年啊 你没有下朝 你没有五千年 你那都是吹的 结果你说西方的这些文明 有几个能经得住 他对于那种考古的那种要求 对不对 他根本就没办法能够经受得住 他自己对于中国历史的提出的那种要求的 科赫的程度 他如何能够维持自己高高在上优越的那种形象呢 他只好维持着自己的那个墙 但是本质上来说 他的那种文化 那种文明是弱者文化 之前跟大家举过例子 为什么他喜欢玩喷垃圾话 喷垃圾话其实是一种游走在规则边缘的一种行为 打拳之前放垃圾话干扰对方的心态 他是游走于规则的边缘 真正实力强 喷个毛的垃圾话呀 上全台就把你干了 谁在那研究啊 说什么样的话 能够扰乱对方的心态 我用不着 我好好 我好好的训练不就得了吗 对不对 按照常理而言是如此 但是西方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一个弱者的一个文化 弱者的一种心态 为什么他是弱者的文化 弱者的心态 就是因为 对不对 他的这个历史 他这个文明真的是不成事啊 也就因此导致了 他因为弱 他才会产生自大 自卑产自大嘛 也就产生了傲慢与偏见 这种文化的基因呢 有了这种傲慢与偏见 再让他去解决西亚的问题 做他个春秋大梦 这就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西方对于西亚无解 但但是在中国这边 西亚这点问题不叫事 伊朗沙特照样能和解 然后的话 西方啊 看待现在的巴以局势啊 为什么现在尤其是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向中国换话 想要跟中国来谈 然后的话啊 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啊 他这个格局 真的是特别的一个小 因为在他眼里边认为啊 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谈的 对不对 很多东西都可以交换利益的 比如说路透社的报道 就直接讲出来这一点啊 美方认为面对面的外交啊 是什么啊 提出挑战性的问题啊 探索与中国在利益交叉点 合作的最佳方式啊 他认为这个巴以的这个局势啊 是中国啊 可以跟美国来交换利益 这是明确的放出来了一个信号 就是你中国拿这一点 跟我来谈吧 我可以跟你交换利益 我把利益给你 大家记住这一点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一个形象 对不对 现在直接开始跟中国交换利益 为什么 因为美国在西亚待不下去了呀 对不对 因为美国在西亚的军事基地 现在天天被骚扰啊 13次啊 13次啊 连续13次在叙利亚在伊拉克的基地被袭击啊 为什么 因为你美国实力弱了吗 之前跟大家讲过 你美国在在中国历史上来说的话 你现在玩的这一套东西啊 简直啊 就是啊 真的入不了中国人法眼 稍微看点 中国的历史都知道 你玩的这个都户府 这一套东西啊 军事基地等于都户府 玩的这一套东西啊 放在中国历史之上 你那玩意儿真的是上不了台面 中国一千多年前玩的东西 对不对 这一千多年前都不玩了 中国到了大清朝的时候 玩了一个金平撤迁 就就直接 直接比啊 那个西域都户府的作用还要大 一个金平撤迁 就能够解决如此 如此之大的一个问题吧 然后的话 那中国这一套的玩法 放在美国人眼里边 美国人到现在估计都想不明白 对不对 中国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这个政治外交的能力 真的是如此的低劣 你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呀 美国呀 现在到现在为止 还认为巴以问题啊 巴以问题可以跟中国交换利益 可是中国其实啊 一句话就可以否认了 美国这个想法呀 尤其中国外交部最近讲的这句话 我觉得特别的一个关键的 因为中国从来都没有 把西亚地区的这些国家 或者这些势力拿当成啊 自己拿来交换利益的一个工具啊 美国人听不懂 这话才是最可怕的 中国外交部啊 讲的什么 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 毛宁最近讲啊 中国在西亚地区啊 没有个 没有个人的私利啊 就没有自己的私利啊 中国在西亚地区 什么意思 我来解决西亚问题 是因为我想要大家和平 和平才能发展 中国要的是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美国人不明白 美国人到现在还在 还在向中国喊话 对咱们得谈这个巴以的问题 谈巴以的问题 咱们交换利益 交换利益 我给你中国一点利益啊 换取我美国继续 能够啊 在这个西亚地区待下去 延伸我的这个影响力 对不对 你中国压制压制伊朗 别让伊朗下边那些势力 再来袭击啊 再来袭击我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了 你袭击以色列 我美国可能不管 但是的话 你袭击我美国的军事基地 你让我美国如何 在西亚地区能够待下去啊 对不对 这就是美国人的想法 你看一下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讲的什么 这句话就直接代表着 中国不会拿西亚这些国家和势力 来交换自己的那个利益 因为中国没私利 中国为什么没私利 但是又能够对西亚地区产生影响力 美国人还是想不明白啊 这就是美国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啊 看似啊 没有私利 中国说的都确实是挺好 对不对 人类民营共同体啊 咱们一起和平 一起来发展 互相的尊重啊 可是呢 中国越说这种话 越不逼别人 越不强迫别人 别人越跟中国合作 尤其是从俄乌冲突 再到巴以冲突 这一这几年来看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俄乌冲突的时候 美国在联合国搞个表决 还是一大堆的国家支持 可是走到现在巴以冲突 美国现在就剩下 他一个人反对了 对不对 联合国的常任啊 这个这个联合国的理事会啊 表决美国一票否决 就他一个 对不对 就他一个在那投反对票 那美国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中国也没有拿着枪 逼着别人 中国也没有到处 呜呜呜 展示自己国家的实力 中国是如何做到的 这就是中国的玩法与美国玩法不同啊 刚才跟大家讲啊 中国的玩法到底是什么 从这一次啊 美中关系啊委员会的年会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啊 贺信与美国拜登啊 这个贺信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嘛 中国的玩法到底是什么 其实大家看啊 谢峰的这个表达更加的一个清楚啊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啊 在在这个啊 美中关系委员会啊 然后这个年会上有一个发言 这个发言其实是翻译给美国人来听 中国的方法是什么 对不对 你得听清楚 学会了 你上大道 你学不会 你就是个 你就是个落后文明 我只能这么说啊 谢峰讲啊 这个习近平主席啊 提出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三原则 是管长远至根本的 能听懂吗 美国人能听懂吗 我相信很多同学啊 也迷迷等等 但是大家别迷糊啊 待会我还会跟大家讲中国历史上的故事 大家就能够明白了呀 然后为什么讲的话都特别的好听 但是他管用 很多同学都觉得虚头巴脑 你讲什么 和平共处 这个合作共赢 相互尊重啊 这是废话 不想听 关键点就在这里面 对不对 然后这个提供了啊 这个走好中美关系未来之路的行动指南 这都讲的那么清楚了啊 你这是指南呢 美国人得懂啊 美方应该尊重中方核心利益的和重大关切啊 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妥善处理台湾等重要敏感问题 台湾这个事情讲清楚啊 讲不清楚 中美没得谈 能不能 这话讲的够白了 台湾这一点讲的很清楚啊 然后的话 这个下阶段啊 这个中美还有一系列高层交往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管控消极因素 推进积极议程 争取中美关系 重回正轨 行稳支援 这个话其实中国外交方面讲过很多回了 美国人好像真的是这个智商没那么的高啊 智商确实有点没那么的高啊 听不懂中国在讲什么 就是美方要同中方相向而行 而且还提到了啊 这个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啊 这个三月三条原则是行动指南 你得学习 你得学习 对不对 你在联合国放话 想要跟王毅谈什么 这个巴以的冲突 然后还要互相的交换利益 要合作 要交换利益 对不对 换取美国在西亚能够待下去 你格局是真的小 为什么呢 中国的玩法从来不在一个点上 而在一个 而在一个面上 直接把你扣住 为什么中国从不讲硬话 但是你看联合国 很多的国家都在支持着中国的观点 就像巴以问题 这个两国方案呢 是巴勒斯坦人民建国呀 从西亚到中亚 到拉美 到非洲 到东南亚 包含到欧洲 都得重复中国讲的话 中国拿枪逼别人 没有 那中国到底是如何玩的呢 对不对 很多同学看到这儿啊 我相信也会心有那一口恶气 这口恶气是什么呢 那就是 哎呀 你跟美国人讲这些没有用 你跟他谈什么呀 弄他 跟他干 干 干他 对不对 讲到这儿的时候啊 刚才跟大家讲 我要跟大家讲点什么历史上的一些故事啊 这个故事啊 比如说啊 咱们就讲诸葛亮啊 今天讲诸葛亮两个故事 大家就明白了 首先啊 这个火烧腾甲兵 火烧腾甲兵 对不对 然后火烧腾甲兵啊 这个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也就是啊 这个诸葛亮七秦梦户 对不对 然后里边的一个在 应该是在第六次啊 秦众梦户啊 就烧了这个梦户下边的这个 以这个腾曼啊 作为空盔甲的这个腾甲兵 对不对 结果大家翻 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说啊 这个诸葛亮 在烧完这个腾甲兵之后啊 他说了什么 诸葛亮说的是啊 做这个事情 有损我的阳寿啊 有损我的阳寿啊 为什么诸葛亮会说这个话 大家先想一想这个问题 诸葛亮在什么 这个三国演义里边啊 咱们就说三国演义啊 这个魏淑吾啊 不管是跟吾国 还是跟这个啊 魏国啊 打仗的时候使用火攻 那不少啊 比如说最著名的 对不对 火烧赤壁 对不对 那也是三国演义里边啊 诸葛亮的啊 妙计 那那个时候 诸葛亮为什么不说啊 这个有损我诸葛亮的阳寿 为什么这个火烧 腾甲兵的时候啊 诸葛亮要说啊 有损我的阳寿呢 大家想想为什么 这就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啊 对不对 为什么是这样的 看起来很冲突 好像跟个大哥一样 对不对 为什么火烧赤壁的时候不说啊 火烧腾甲兵的时候不说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是中国当时啊 就是诸葛亮对待西南蛮夷的一个政策 这个政策是什么 你杀不完 大家得知道这一点 你杀不完这些人的 这毕竟是啊 西南方向的少数民族啊 他也不是汉族啊 对不对 他天生 也就跟啊 这个这个中原民族 他不一样啊 当时的无论是交通啊 还有媒体啊 对不对 这种东西啊 很难打通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啊 西南蛮族梦户他们 他就是生活在这山沟沟里边 对不对 让他就是在那边生存的 他这个中原地区 想要跟他交往都很很难 因为那山路他也难走 所以说大家想要如形成一种融合姿态 非常的一个难 所以说呢 他就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地理上的这种割裂 对不对 也就是啊 从民族的角度上就说啊 就说形成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一个不同 他很难进行融合 那这种很难融合的这种民族 你上来就杀 你杀不完他 大家看一看 古今中外靠杀的有几个能够成事的 对不对 最狠的近代的 那就是啊 这个西方的啊 这个德国的啊 德意志的大元首 对不对 这个西边的特勒 对不对 人家这个靠杀的 杀出一个结果了吗 没杀出一个结果 你杀不完的 怎么办呢 你只好怎么样 弃勤梦户啊 对 想当初啊 这个如量 然后抓这个梦户 放这个梦户的时候 身边的将领 照样都是 成像 成像 你这不就是放虎归山了吗 砍了他 杀了他 对不对 你把他砍了 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对不对 啊 这个你看看 你放他一回 他来打一回 放他一回 他打 他来打一回 这七 这都这都七次了 你还要放他吗 大家想一想 三国演义里面讲七情梦户 七情七纵 这个故事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火烧腾甲兵的时候 苏格亮要说 对不对 然后有损羊兽 火烧赤壁的时候 他不说呢 对不对 为什么要有这个故事呢 这就是对待啊 对待蛮夷 或者说对待西南当时的少数民族的一个政策 你不能靠杀 你不能靠打的 你要让他服气呀 对不对 这就是中国的玩法呀 这就是中国的历史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呀 不仅是啊 七情梦户这个故事 是如此啊 包含馒头 对不对 然后呢 馒头啊 馒头这玩意儿啊 这个据传说啊 这是诸葛亮发明的 为什么呢 当初说啊 要抓蚂蚁 砍人砍人头 对不对 来祭天啊 结果呢 这个诸葛亮说 不用 对不对 咱们做大馅的包子 或者做 这现在大家所吃的那个馒头 对不对 面啊 弄成了这个馒头 对不对 做成这个 然后的话 咱们就不要砍人头了 诸葛亮为什么这样 你看看诸葛亮啊 对待西南的梦户 那就是一个仁慈之心 为什么要用这种仁慈之心呢 因为你杀不完 就是 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 中国的玩法 大家看明白了吗 首先你得有个基础 你得知道 有些东西啊 你靠狠的没有用 哪怕诸葛亮身边的将领 告诉诸葛亮说 啊 你这个放虎归山了 你看你打他一回 他不听 他来给你干 你打他一回 他不听 他来给你干 你都打了他六回七回了 他还要来跟你干 对不对 你看这玩意 这蛮夷啊 他这个不不可规划 不可教化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弄死他看了 他完了 对不对 爽不爽 爽没有用 大家知道吗 你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解决问题 七秦七宗之后 西南太平 诸葛亮要的是这个 因为地理上 然后导致西南 当时的少数民族 跟中原 或者跟四川吧 分属之地的啊 汉人 他很难有一个很好的交往和融合 所以说你哪怕把他全啊 大量的砍了杀了火烧藤甲兵全烧了 你哪怕做了这种事过十年过十几年又有一批人再来 还照样跟你作对 为什么呢 仇恨接下来了 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玩法 中国是如何对待美国的 对不对 很多东西一说就是干嘛跟美国人谈 谈什么呀 对不对 包含如果说大家明确的了解到 布林肯直接想跟中国交换利益 在西亚 在巴以这个问题上 我好像我 我感觉有些同学应该会认为交换利益 交换利益嘛 有便宜不占 他王八蛋 对不对 跟美国换利益嘛 为什么不换呢 原因在咱们的根子上 咱们文化的根子上面 咱们要的是解决问题 而不是说临时的把这个问题压下去呀 美国在西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他的根子是有问题的 这个问题在哪 之前跟大家讲了 美国的军事基地嘛 你那就是中国古代的都护府 对不对 你是去那威胁别人 管理别人 对不对 然后他你跟当地没有形成利益一致 你没有形成利益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你去那边全是拿着枪逼着别人跟你合作 你结果就成为了当地各方势力的共同的敌人 这才是美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啊 美国到现在不明白 不懂还以为他以为跟中国来谈交换利益 就可以解决他在西亚的这些问题 中国不会跟你谈的 刚才跟大家读了 对不对 谢峰啊 在这个美中关系委员会年会上面的这个讲话 提的是什么呢 你美国要跟中国相向而行 我必须得说佛心来的 听中国的 对不对 跟中国的啊 好好的来谈 首先台湾问题讲清楚 其他问题咱们再来谈 对不对 谈完这些之后呢 对不对 你啊 你的那些问题 咱们一起合作来解决啊 这叫什么 欺勤猛户啊 还是那句话 美国这个国家跟跟猛户有什么区别啊 对跟猛户有什么区别啊 你能把美国这个国家全部啊 给他拆了吗 对不对 或者说你把美国人几亿人口啊 几亿人口全部从地球屏蔽掉吗 那不可能 所以说必须要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中国的解决方案就是 对不对 你跟我斗是吧 你跟我斗是吧 让你知道什么叫打不过就加入啊 之前跟大家讲过西方文化的 打不过就加入 但是你得让美国人知道 他打不过 比如说中美的科技战打过了吗 中美的贸易战打过了吗 美国的301条款 怎么在中国这失效了 中美的科技战生生的把中国逼出来了一个 芯片产业的全产业链 对不对 到现在俄欧问题 美国打过了吗 俄欧问题 美国支持乌克兰 击败俄罗斯 中国劝核素坦 到最后拜登跑到联合国 亲自讲出来 乌克兰希望用外交的手段 解决俄欧冲突 对不对 美国一个一个打不过 大家发现没有 再到巴以的问题 美国现在还存在着那种小确幸 就那种小手段 小阴谋 小诡计 想要跟中国交换一点利益 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这种念想 还不懂 还不懂 对不对 你不跟中国好好的来谈 你这些问题都会暴露出来 不是因为中国在背后 偷偷摸摸拿刀捅 美国不是 或者说中国有点什么小阴谋 小祭祀 只要美国跟中国斗啊 那那那美国就会啊 中国就会啊 使用啊 小阴谋 离间计啊 离间美国跟这个跟那个的关系 不是中国根本的什么事都不用做 大家得知道这一点 中国什么事都不用做 为什么 因为中国跟其他的国家利益一致啊 你伤害了中国的利益 你就相害相当于伤害了他的利益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大家愿意听中国讲话 中国没有拿着枪逼着别人 无论是对不对 非洲 这是传统的跟中国关系好的地区 到拉美啊 美国的后花园啊 再到东南亚呀 对不对 全都是跟中国利益一致啊 你包含西亚这些国家同样也是如此啊 为什么西亚这些国家这次显得那么的团结 因为大家要换大哥了 对不对 尤其是像沙特这种国家 很多同学质疑沙特 要跟要背叛伊朗跟这个以色列和解等等等等 玩这种啊 玩这种啊 这个攻心之策啊 攻心之计 对不对 然后呢 可是你看沙特为什么不给美国人脸 归根结底也是因为沙特跟中国的关系吗 沙特要什么 要未来呀 沙特什么样的一个国家 靠石油靠天然气 养活自己的一个国家呀 可是未来的世界是新能源的世界呀 沙特前啊 去年 去年的时候跟中国来谈 沙特中国的峰会 对不对 包含什么海河会跟中国的峰会 对不对 阿拉伯国世界跟中国的峰会 去年连续开了几次大会 中国跟西亚这些国家 跟沙特这些国家 确定的是什么 是未来新技术上的合作呀 尤其是沙特在与中国的新能源上的合作啊 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啊 比如说绿色轻能 沙特啊 那是跟中国谈成的第一个项目 还有中国的高河汽车 对不对 新能源汽车 还是那种特别贵的那种新能源汽车 沙特跟跟高河啊 这个算是啊 买了点股份啊 买了点高河汽车的股份 这就代表着沙特要在未来的新能源行业 他要占据一席之地 对不对 为什么沙特 然后的话 现在不啊 不给你美国人脸 那不就是因为跟中国 现在的这种关系吗 他要未来 对不对 要未来人家明白了自己要求佛 那也就有了 对不对 然后他中国说话管用的一种现象 你美国说话不管用的一个现象啊 美国只懂得在那边放点军事基地 就是拿着枪逼着别人跟自己合作 美国人只懂采伊捧伊 对不对 采这个伊朗捧这个沙特 对不对 采沙特再捧以色列 美国就永远会玩这一套 你那套东西在中国这真的是不成事啊 你强 你有钱的时候 对不对 你顺风顺水的时候 你小阴谋诡计 你能成功 对不对 中国呢没办法几千年的文明大国呀 对不对 你在中国面前玩这些 你等中国喘过来这口气的时候 你什么作用都没了 所以说讲回来 无论是从中美贸易战 中美科技战 再到俄乌冲突 再到巴以冲突 中国都可以借着这些冲突啊 借着这些东西啊 压制美国 反压美国 可是中国每次都显得特别的收敛 尤其是华为 对不对 之前跟大家讲过 然后的话雷蒙多 美国商务部长来中国的时候 华为把mate60pro拿出来了 结果雷蒙多回去之后生气啊 你产量不足 你七纳米你落后 结果呢 华为这边八盒变十二盒 对不对 直接就是 直接就是一步一步 堵你美国人的嘴 真的是七七梦乎 你给你留点脸 是为什么 让你让你知道害怕 对不对 让你知道你没有出路可走 真的是不聪明 真的是要死磕的话 你就享受一下王国灭种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价 对不对 就像孟霍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咋一死不成 还要来 那你就真的是 你损兵折将 你再来 我还让你损兵折将 损兵折将完之后 我还把你放回去 你再来 再损兵折将 再把你放回去 到最后错的就成你了 你还恨不了诸葛亮 那么你还恨不着诸葛亮 为什么恨不着啊 因为他把孟霍放回去了呀 对不对呀 然后孟霍错了呀 一直打 一直打 打一回错一回 死了那么多人 打一回错一回 死那么多人 到时候错的变成孟霍了 大家明白吗 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玩法呀 美国同样也是如此 这条路走不通啊 给你打回去 那条路走不通 打回去 包含台湾问题 也是如此啊 还台湾脑军呀 你美国进得来吗 对不对 这打不通 那打那打不通 你美国就得 对不对 有自知之明 有了自知之明之后 他知道很多的方向 干不过中国的时候 美国会怎样 那就明白过来了 打不过 把头低下来 对不对 这就是孟霍最后的 那个结果呀 对不对 大家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东西看明白 你把他砍了 你把他的人 尽量能够多的杀了 没有用 仇恨还在 对不对 你他来一回 干回去一回 然后再把他放回去一回 那他再来 错的就是他 大家明白了吗 这就是中国的玩法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呀 那中美的未来是什么 最开始就跟大家讲了嘛 最近一直在跟大家讲 这叫什么 牵着美国人的鼻子 让他对中国低头啊 虽然说他不如很多的啊 年轻一点的同学认为的啊 这个不爽 对不对 得干他 美国就想弄中国 咱们也得弄弄美国 对不对 干他 干他 这儿干那儿干 对 这样爽 但是真正你要解决方案 你必须得七秦七宗 七秦梦户啊 对不对 你必须得做这种事啊 你要的是什么 解决问题 这是中国的玩法 上大道吧 美国那套玩法 不成事啊 大家等着看吧 好吧 今天这期啊 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感谢各位啊